大家好,我是Aiena 12月20日星期六 沙田马场会居行10场的精彩措施 沙田马场有很多新热点 像数码专区一样 大家可以享受 赛马数码化互动的体验 不少得当然有Race Simulator的帮手 第九场二班1650米来地赛 四号马经典王牌 在这项途程赢马次数最多 今季跑过五仗虽然表现一般 但在实际中只有一场是1650米来地赛 当时他只是输给今场的对手 准备奏水三个马位多些 这次两匹马再次对类 不知道经典王牌可否反映呢 这部机时出得很齐 先赢得洪福本满抢出来 热包南将准备奏水到出得快 蓬莱先子喳喳声我当是骑上来 不过被内侧二宝顶着 经典王牌例牌留后跑 电头暂时极速 开始转银起玩 步速正常的 准备奏水忍不住 在外档上来拍着 赢得洪福本满带头 热包南穿河猛区金斯快将紧随其后 之后就是蓬莱先子二宝 经典王牌在尾四开始入镜 进来最后直路 准备奏水我当率先透出 热包南立即转位出中档追 最后二宝位 前面准备奏水领先两马位 热包南过了洪福本满上到第二 逐步逼近 外档二宝如飞杀上也补充得很厉害 经典王牌在马群中间穿上来 前面准备奏水热包南单打独斗 过中点准备奏水第一 热包南第二 二宝第三 经典王牌结果只是组合第四 大家想不想看 跟Race T-Milita不是很同的分析 接下来就展示我的意见给大家看 经典王牌在10月15号的同情赛事 对着准备奏水 当时排外档加上负133磅 都不是输给头马准备奏水 很多马位 反映这批就来八岁的泥地好手 还未退化 这次准备奏马 负磅差距大幅收窄 经典王牌的能力 应该提升为94 此外 这次马排六档 虽然惯常留前斗后 但组段相信应该不会留到最后 可以跟前一点 留在中游位置 对手方面 二宝近将表现虽然好 但离地这个途程 他跑过一次表现马马 能力要降格为105 逢来先子跑中距离 通常采用放的战略 为克服14档 起步后应该会尽量抢前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篇的时候出得很齐 先赢得洪福满满抢出来 我当逢来先子 我当骑上来 热包男准备奏水表出得快 经典王牌 出阵很爽 我隔着二宝一起 然后几分晚暂时就精灵大笑 齊欢笑和极速 开始进入这一回 捕捉正常的 准备奏水忍不住了 在我当上来拍着 赢得洪福满满带头 热包男专河晚区金丝快将紧随其后 经典王牌内当是摄下来 进入最后直路 准备奏水我当率先透出 热包男立即骑上来黏着他 经典王牌的二宝找到位 最后200米 准备奏水压着热包男领先多少 我当经典王牌的二宝 打着晒得很厉害 前面准备奏水仍然压着热包男 我当经典王牌的势似乎最厉害 过了经典王牌第一 准备奏水第二 热包男第三 二宝第四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网纸和QR Code 就可以免费下载RacingMilator 接着就可以调教你的个人数据 被见深水尝词了